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德國甲組聯賽週六凌晨上演爭奪 到時奧甲斯堡將會助陣主場迎至賀芬咸 M直播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奧甲斯堡近期主場取得連勝 而賀芬咸近期多倫不勝 當然看好奧甲斯堡今將能夠主場順利贏球 奧甲斯堡近期勝負以梅花間足般的走勢所呈現 球隊最近六場各項賽事坤贏一場輸一場 敢對上一次輸球的奧甲斯堡嫌疑 大大增加了今場贏球的可能性 好消息的是連同友誼賽賽內 奧甲斯堡最近三場主場賽事取得全勝戰績 其中每場比分都為1比0 其中最近兩輪聯賽主場的兩個入球坤 來自M巴利沙 逐件球隊近期主場貫徹了冒實主意 目前奧甲斯堡錄得21分 排在聯賽第13位 同時他們36個失球中只有15球來自主場 其主場防守表現雖然然出色 但都至少比作客更好 金將手握主場優勢 且賽季整體表現更加的奧甲斯堡 更有望贏球 陣容方面後衛列斯、奧斯福特 和中場道比亞斯、史祖比等人因傷缺席 何芬咸近方糟糕 最近六場各項賽事一和五虎 當中防守點的不作為是球隊成績不理想的關鍵問題 連同友誼賽再難 自去年10月22日起 何芬咸一共踢了16場各項賽事 當中不論勝負情況 何芬咸後防單場失兩球以下的場次只有兩場 16場各項賽事中坤長失球高達2.75個 永遠高於其聯賽平均值1.95 除此之外 何芬咸近期環有慢熱的問題存在 要知道他們最近四場各項賽事坤 未能在上半場實驗坡滿 其中球隊全敗之餘 甚至多得三場半場最少落後兩球 事問如此租高的近況 外界頭九次作客緊贏兩場的作客表現 何芬咸此行確實難有作為 陣容方面中場丹利斯基格被罰停彩 中場基舒亞普美爾和前鋒 即及布倫拿神等人因傷免疫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給LIKE 還有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